千万别随便欠税要特别的注意 最近有发现有欠税户 保了十几年的医疗险的保单 被国税局盯上了 面临被扣款 虽然说有人觉得讲说一码归一码 税是税 这个保单是保单 但是法务部强调 如果真的有急难救助的需要 是可以申请解除扣押的 但是只要是欠税 不管你是人寿险 医疗险这些的保单 都有可能被国税局盯上 成为追讨的目标 国税局追讨欠税真的很拼命 台南有位郭先生 欠了四十几万的税 国税局居然把脑筋 动到他的医疗险保单 医疗保险是民众将来 要看病用的 要救命用的 可是医疗保险 居然在保险还没到期 还在缴纳中间 也被扣掉了 真的是有一点好像是 杀人来成就 来国家的这个税收 尽管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强调 郭先生的案例不会真的 从医疗险保单中来扣 但欠税扣保单的钱 也不是没可能 保险金的种类 像委员讲的有很多种 那医法我们不能说不执行 不然到时候监裁弹劫我们说 我们没有一直选办事情 我们也很为难 如果真的是生活必须的 医疗几乎必须的 其实也不会被扣走 就是要请民众提出相关的资料 给执行署 执行署其实应该会解扣 要跟你们申诉就对 对对对 结果就还 不会扣一样 对对对 欠税还钱天经地义 但医疗险人受险 也有可能被扣钱 国税局的讨钱功利一流 欠税的人只有赶紧缴清 才不会影响到自身的权益 追选胡锡人黄安琴 特别报道